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黃文寧老師 今天要跟各位同學講解惠斯登電橋實習 Part A 的部分 這個單元,我們的第一個學習目標是瞭解惠斯登電橋原理 第二個是運用電壓與電流方式驗證惠斯登電橋原理 惠斯登電橋是利用相等電位置兩點間不會產生電流的原理 來測量位置電阻或簡化電路 當圖中的減流劑只是為0的時候,我們稱它為電橋平衡 也就是AB兩點電位相等 接著,我們來證明如何藉由惠斯登電橋平衡 來求得未知電阻的電阻值 首先,A點電位VA會等於電壓源1乘上R1加R3分之R3 B點電位呢,會等於電壓源1乘上R2加Rx分之Rx 因為電橋平衡的時候,VAB沒有電壓差會等於0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VA-VB應該要等於0 所以我們把VA-VB等於0 接著呢,把VB移向移到右邊 那兩邊等號兩邊的電壓源1可以消掉 接著交叉相乘,我們可以得到Rx乘上R1加R3會等於R3乘上R2加Rx 把Rx跟R3分別乘到括號裡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Rx跟R3兩邊等號都有,就可以消掉 最後呢,等號左邊就剩下Rx乘上R1 等號右邊剩下R3乘R2 我們再把R1移向到右邊,等號右邊 我們就可以得到Rx等於R1分之R2乘上R3 這裡的R1分之R2呢,我們稱它為比例B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做一個立體練習 如圖所示,我們現在要調整R3的電阻 來使流過減流劑的電流為0 那已經知道說R1是9kΩ,R2是6kΩ,R3是3kΩ 那Rx會是多少呢? 這個題目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Rx我們剛才是不是已經提到 我們兩邊相乘R2乘R3會等於R1乘Rx 它平衡的時候 所以呢Rx就等於R2乘R3除以R1 也就是6kΩ乘上3kΩ乘9kΩ 所以就會是2kΩ 接著,第二題立題有一點比較難一些 那這也是統測曾經考過的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 如圖,它是以惠色針電橋測量電纜接地故障的方法 當減流劑不偏轉的時候 請問這個故障點的距離為幾公里 請同學在這裡可以先暫停 自己看一下會不會算 好,相信各位同學已經解答完了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這邊洪框的位置呢 就是我們電纜上下兩端都是20公里 那現在我的下面這一段呢 有一個故障點是x公里 所以洪框這邊應該會是多少? 是不是20減掉x公里 好 好 那 故障點以故障點為基準的話呢 故障點接地以左是x公里 那 以右呢 我們就可以把20減x 挪到上方跟20公里結合 所以 沒有故障的那一端呢 總總是40減掉x公里 好 所以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們 左上乘以右下的x的時候 12乘上x 會等於右上乘以左下 也就是40減x去乘以4k歐姆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整理一下 12x呢 就是 160減掉4x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x 會是多少? 10公里 同學們 答對了嗎? 好 接著呢 我們要用實驗來證實 會生電橋 請同學先依我們圖所示的電路呢 將這個電路配置在麵包板上 那我們左圖呢 我們是用VAB 來判斷我們的電橋是不是平衡 那 右圖這裡呢 我們是用流過中間這個180歐姆的電流 來判斷電路是否平衡 好 那我們判斷的方式呢 第一個如果我們是用電壓判斷法 第一步 我們利用三用電表的直流電壓檔 測量AB兩端的電壓VAB 那量測的時候要注意電壓的極性 那接著調整什麼? 可變電阻 那直到什麼? 我VAB兩端的電壓為0 那接著第二步呢 我們就把可變電阻取下來 那再來用三用電表來量測說 這個可變電阻值是多少 那取下的時候要小心千萬不要動到 避免說你不小心碰到 電阻值就跑掉了 那請問呢 這個時候它的RX電阻值會是多少歐姆 接著我們來驗證 100歐姆乘上150歐姆 是不是等於120歐姆乘上RX 好 最後呢 請同學將實驗結果記錄於實習紀錄本 並確認是否符合會生電橋 RX等於R1分至R2乘R3 接下來第二個呢 我們用電流來判斷是不是平衡 來證明 第一個 我們將已測量過的可變電阻值 RX 把它剛才量過把它改一改 然後放回原電路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用三用電表呢 來量 流經180歐姆電阻上面的電流 好 開始轉可變電阻RX 轉到什麼 我們流過180歐姆電阻值上面的電流為0 接著把可變電阻RX取下來 那取下來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不要去動道 避免電阻值跑掉 我們再量電阻值是多少歐姆 最後 再請同學將實驗的紀錄 結果紀錄於實習紀錄本 那確認一下是不是符合會生電橋RX等於R1分至R2乘R3 那當然 我們高值端都是反過來嘛 所以先有知道理論再去驗證 所以如果說同學們做出來是不一樣的 可能是哪個地方做錯了 要再確認一下 最後 老師在本次講解的內容是參考 台科大圖書 全華圖書 奇力資訊 這三家的基本電學實習教科書 如果同學們還想多練習一些題目 或者想對內容有更深度的了解 可以去想辦法借來參閱 聽完課程之後 希望老師所講解的內容 能夠讓同學們順利吸收 來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 同學們是否還記得 會生電橋 它原理的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如何用量測電壓與電流的方式 驗證呢 如果我忘了沒關係 回頭再看一下影片就可以囉 如果有任何與課程相關的問題 歡迎各位同學留言喔